向左吐槽前女友们,郭碧婷不会犯同样错误,嫁豪门没段位反成赢家,女明星嫁豪门比比皆是,但能真正嫁进豪门不容易,毕竟豪门对儿媳妇也有高要求,起码不能有太多绯闻,能被豪门一家人尤其是婆婆接纳。 在这方面,郭碧婷很幸运,从一开始向太就格外钟爱郭碧婷,以至于郭碧婷和向左恋爱三个月左右就订婚,又要在2019年内完婚,向太也着急催生,豪门婆婆催生就代表完全接纳郭碧婷这个儿媳妇。 说到恋爱期间前女友看手机的问题,因郭碧婷和向左的前女友们都一致认为向左看起来没安全感,当然不是在外表上而是向左的家境,想必很多女孩都会忠意向左,由此会给人花心的感觉。